他們講娛樂或產業電影裡面的故事 他們很有興趣 所以很多前輩打電話來發行公司要地址 所以現在大家看了就像我昨天講的 有前輩居然覺得這居然是女生之間的鬥爭公平劇 我很驚訝每個不同的前輩或同行有不同的見譜 當然我們拍電影我覺得都準備好被批評 我覺得被讚譽可能就是大家的努力 然後我覺得一定就是看了電影 如果有更多的是關於批評的話 我會自己會去看批評的東西 比如說影評這些 有些事情 如果有可能是新的故事 大家會不會有影響 就是這次很大突破的就是 憲哥不出了 然後覺得很開心 然後劇部可以拍成電影 然後真正要開始 因為原導演劇本寫完之後 他跟同志詩是有去找很多其他演員 那並不一定是說我寫就問我這樣子 然後最後選獎確定的時候 我自己開始做演員功課 然後才發現我曾寫了一個這麼難演 這麼瘋我 這麼累 這麼恐怖的角色 然後把自己折我的飯糞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衝動過程 就是大家一起為了這個東西努力 然後成品我覺得這個事情比較好 我應該是第一次演到 算是電影裡面的反派的角色 因為之前從來沒有接觸過什麼暗黑 然後裡面有很多需要做逼人 然後很足夠攻擊的角色 所以這次在事前的心理準備 其實做了蠻久的 就是心理的一些建設 讓我才可以在戲裡面 從內心真的很可惜 然後想出一些很逼人的 不然我一般我自己的個性有點講不出口 對 突破的話可能就是 因為以往真的是比較 外放突破的情況給大家 然後這次就是真的非常的壓抑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 現在還不能說 但是就是蠻突破的一些 場景畫面啦 所以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的痛恥 但我覺得也很感謝這次的青年 因為一直都很想要讓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好 差不多囉 蓋了28個不同的地區 所以整個歐洲 北歐、歐洲 然後北美、亞洲 對 應該就是蠻多地方會上衣 對 好 謝謝 好